Hi 大家好 不足2個星期就過年了 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經準備收拾房子、大掃櫥、洗東西 有些朋友希望不要用有刺激性或有毒的化學物質來做清潔劑 想找其他東西來代替 有些朋友會用小梳打的材料來清潔 是一種白色的粉 有些介紹是用它來抹東西、洗東西 原來小梳打不是最好的選擇 小梳打是一種藥鹼性的材料 如果我們將它溶在水裡 你會發現它的溶解度很低 如果我們塗一些小梳打在水裡 你會發現它不溶 它會好像有些結晶沉出來 原來小梳打在室溫的情況 它在水裡的溶解度 最多只可以溶到大約8%左右 如果用的份量是超過8% 它就不會溶 而且小梳打是比較弱鹼性 所以它的清潔能力不是十分之高 我們有另一個更好的選擇 就是洗滴梳打 這種材料的樣子差不多 但它的水溶度會高很多 如果我們放在水裡 基本上很容易就可以溶解 而且它是一個強鹼 它的酸鹼值也會比較高 它的清潔能力會比小梳打更高 它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第一 它是去油污的能力非常之強 如果我們想清潔廚房 譬如你的爐頭或抽油煙機 可能有很多油漬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洗滴梳打 灑在有油污的地方 然後落少少的清水 讓它濕濕的 然後讓它溶解一下 然後用來再擦 就很容易可以擦掉油污 另外一個很好用的地方 就是這個洗滴梳打 可以幫助我們去除一些水溶 譬如我們浴室 水龍頭或浴瓶 很多時候因為自來水裡 有礦物質在裡面 它就會沉積在蜡位 或者在玻璃那裡 你就會看到有一塊塊 有些鱗片 有些白色渣 這樣就很肉酸 而如果用這個洗滴梳打 也有幫助可以清除它 我們只需要把這些洗滴梳打開水 然後把水清洗滴的地方就可以了 另外大家如果是洗衣服的話 如果你是用洗衣機來洗 建議大家千萬不要用小梳打 因為剛才給大家看過 小梳打基本上不用的 如果我們把水清洗滴梳打進洗衣機裡 然後每一次都用的時候 它都可能會積聚一些 用不到的小梳打在你的手機裡 所以有機會會損壞洗衣機裡的零件 或者操作 所以如果大家想洗衣服的話 用洗滴梳打就會比較好一些 因為它容易溶在水裡 過水的時候 也不會有些積聚或殘留的問題 在洗衣機裡 而且它的去污能力亦比小梳打更高一些 所以洗衣機會更乾淨 除了清潔之外 其實剛才介紹的洗滴梳打 它亦都可以用來調節產品的酸鹼值 譬如你做了一個產品之後 你發覺 pH是過低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洗滴梳打 溶水之後逐少逐少加進去產品 用來調節高一點的 pH 你就可以做一個適合的酸鹼值範圍 介紹了這兩件事給大家之後 希望大家今年的過年 可以用一個又簡單又快捷 又好用的方法 就選洗滴梳打來做大酥脆